现在失业率仍然是最新的2.8% 而最新人财通 上次我都说租金会不断上升 结果也是不断上升 租金升了很多 升了很多 没有跌过 但升不回以前的位置 现在租金的升幅 是赢不到的跌幅 我绝对不同意 为什么呢 亚太区有不少金融企业 为高静值人士提供金融服务 不过除了有全面的金融产品外 能够为你提供所需的全球网络 又同时关注到你真正需要的就好像不多 而英皇财富管理 正正是可以满足到这个要求的公司 成立接近15年 合作伙伴遍及全球 而且拥有丰富财富管理经验的合作伙伴 配合资深团队 帮你达成财富保值 资产增长的目标 不单只关心你的资产 对你身边的所有需要 包括小朋友的读书成长计划 还有未来的退休计划等等 都可以说是先理所想 照顾周到 英皇财富管理的专业团队 和每一位客户都保持密切联系 深入了解财务状况和投资目标 提供个人化的财富管理服务 相信精明的客户都会选择英皇财富管理 做你的投资管理人 希望大家经常留意我Facebook 我Facebook经常会透露一些猛人的最新动态 或者他对市场的看法 好 下集一正一反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是一个淡有一个好 一起聊聊天 很感谢Kenny 赵博士 笑致阳博士 还有Alex Lam 我叫他民间留神 不过他说不要啦 上一集听了两位介绍优才和高才朋友来的访问 首先我想问问Kenny 刚才的访问你听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看香港的大经济环境 批人才 我经常说抢人才 人才就不用抢的 经济是好的时候 人才就会自然来的 比如说现在要抢人才 你要提供一些优惠给他 你说现在买楼 给少一些税 或者是一些税之后去交 其实我不觉得是一个好的政策 如果是一个好的政策的时候 你应该是更加优惠的 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利好的一个政策 所以刚才譬如有David 说 我来啊 如果公司要允许我 我还是会买楼 叶子说 虽然大部分不来两成买楼 你觉得对香港这个楼市都不会有什么 我看那个量不会是说有那么多 其实已经批了或者来了香港 过去那几年来香港去读书 其实有很多人 要买的是买了 坊间有很多数据说 有多少人会累积去买 那你看了 现在是施政报告公布了 过去那周六周日 反应不是想象中那么厉害 说要去追价 十大屋苑成交都是不过十宗 但是看惹人数真的多了 多了但是只看了 就是我不觉得现在会是乐取 OK OK Alice 刚才叶子呢 他说他有八成的人不会 就是真的最后拿到永居 或者是申请住先的 真的 那现在今年年头到现在呢 就已经申请了批了 十万单了 那十万单八成不来 那有两成来呢 都两万单 都两万 两万单 他们刚才都说了 就是说 来的都有很浓厚的兴趣去买楼的 那你两万 我当你打个八折 那你都有一万六千人去买楼 那你香港现在可以供应的新楼一年 就只有一万六到两万之间左右 你计算一下这条数 就是说 就算他真的八成不来 只有两成来 都完全是很大的需求 这个是 因为他今年才实行 他这个是会未来 开始逐步逐步去增加 和好像滲水那样滲进来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之正面 其实呢 现在不是说的是 现在来的高财优财 其实这个政策 可能大家不知道 是过去 当然 都是计算 所以很难 不是计算那十万的八成 两成 有投资银行 计算过那条数出来 是谁 是谁 他就说 这个政策最大的影响 是受惠了过去七八年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有三十三万 那条数是他写出来的 三十三万人 在香港的港票人士 那些都是受惠这个政策的 而那些人如果只要有十个百分比 去买楼的话 已经有三万三千单 完全是足够去消化现有库存的楼市 我想看半年 半年之后很快就知道 究竟是否像部分投行那样说 因为有部分投行行也说 就是看股票价格 或者是其他的库存 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就是我说几个例子 第一 现在的库存是这么多年最高 有两万多个是在卖的单位 剩下的新单位 卖不出去 接着现在你的十大屋转成交 过到十 一个周末周日 过到十间 那些代理行已经是烧炮奖 嗯 两间 四间 六间 你说的是 十大屋转起码都有几万个单位 的存在 那么流转率是说 我不知道是多少个百分比 一个百分比都不到 那么这些是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相信就是说 看一些实质的数字 就是数字骗不了人的 第一 之前我都两个月之前 都和大家做过节目 那么那时候的楼价呢 大家都觉得跌不下去了 就是差不多沉底了 第二就是说利息加不了上去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 利息是再加多厚给你看 嗯 接着呢 那个楼价再跌得多给你看 那时候应该是 嘉湖山庄是说九千到一万元一尺 现在是说七八千元一尺 那么是跌了两成多 这些是事实来的 那么你不可以说 那些价是做错了 那么做了那个成交就是那个成交 我看着来着那个 无论在卖楼 或者是香港的卖地 那个成绩都不会好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由四月到今天 他们只是卖了一百亿不到的土地出来 那么这个是对整个政府的库房影响很厉害 嗯 就是为什么 那个施政报告要去减纳 因为他们都看得到 如果那个楼价再跌呢 是会影响整个公共财政 是影响得很厉害的 嗯 阿里斯 其实呢 首先 减纳 那个辣椒本身的定义 就不是托市的 本身是压抑房地产而设计的 就是以前在泡沫的时候 所以其实应该全部取消了才对的 嗯 因为它不是托市政策来的 这个本身 这是第一点你要明白 第二点就是说 政府的收入去年计算是最近的一年 是7200亿左右 是的 7200亿左右 而房地产 即是地产直接带给政府的收入 是去到2500亿的 嗯 这个不是间接 是直接 包括卖地收入 以及印花税 那很大 差价地租的那些是少的 今年好像少收成千亿 今年前几天 财爷陈茂波他都说 今年会有1000亿的 有机会有1000亿的财赤的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地产低迷 那为什么地产低迷呢 那因为高息 其实高息压抑地产 是谁人都知道的 这个是谁人都知道的 其实过去一直都知道 只不过大家估这个 高息期有多长 而出现一个分期的问题 但是高息压地产这个问题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的 即是你都同意的 同意 我之前几个月都说了 好友和淡友最大的分歧是 当减息开始的时候 究竟楼价会不会咬腰上去 那我自己 如果看回那个色差 那最近其实 大家一起 讲的那个argument 就是讲利息倒挂 短息比长息高 出现了一个负值 那现在那个 那叫倒挂现象 就拉近了 拉近了是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它长息 那个十年期的债息 已经是破了五厘 上个星期 那在破五厘是何时去破的呢 就是说最近 破四厘是说半年前 就是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由四厘就上到五厘 那我很信奉技术分析 因为技术分析很有趣 一些齐整数呢 就会有很多的人 是摆个stock law 一穿五厘息呢 再走一趟呢 就起码是15 20%起码 那就是说呢 上去到上往六厘呢 是有机会的 你说美国十年债 十年债六厘 甚至已经是一个基因经理 大家要去做一个准备 是一个七厘式的准备 我觉得会到的 不难的 就是在大家看回 石油危机的年代 是试过十多厘 我是不是我经历 就是我哥哥经历 80年代十七厘公楼 是试过讲到石油危机 就是大家不可以将过去二十年 是一个低息环境 尤其是由零八年到去二二年的低息环境 可以在过去百多年 一个正常利率环境 大家不要去将这件事看低 而很多人 包括有很多投资者 你认识的很多人 将那样东西 是觉得一厘 或者接近零利率 是一个正常的利率 这个绝对不会是 未来的利息 我想保持在四、五厘楼上 是会讲到四到五年 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短时间 明白 我们现在因为 你未必是财经方面的专家 但假设 如果Kenny博士说得对 这个息率维持 不要说七厘 五厘维持三年 或者四年的话 香港楼是否不用看 会下跌 如果维持四至五年 香港楼一定会慢慢下跌 一定会下跌 一定会下跌 但是现在分歧就是 包括我认识的基金经理 或者是 你认识的很猛的 或者是外国的分析师 即是美国的分析师 他们都不会预期四到五年 其中一个很大的点是什么呢 以前八十年代 或者是什么过去的美国政府 那个负债 是没有现在那么高的 因为如果你的利率维持四到五年 假设真的四到五年 它来回答你 它现在欠价34万亿美金 这个我同意 但是这些东西 我之前也写过 我只是说一样 存在叫合理 大家 文章里讲的东西 四五年前我都这样写 我说你这个 没有可能会加到这样的息 加得到这样的息 即是说美国已经是找到方法 我在高息环境已经是生存 我记得在一年前 我说不会是低息环境 有很多人反对 那反对的人 我呢 就叫他说他叫做 猜错了那个师傅 谁反对 很多人反对 说加完息的了 这一转加完 上不了三厘的 上不了四厘的 上不了五厘的 我跟他说 我唱反调 我说他加得到这个厚厚 这个利息的时候 根本其实已经有了后着 因为整个美国 其实是很喜欢玩一个 叫做割韭菜的游戏 就是玩一个 叫做低息放水 和收水的游戏 现在是在玩一个 收水游戏 那收水有几样东西 第一 是那个叫做供应链 供应链 就是全部 现在叫做去国际化 就是把他的生产线 摆在自己身上 他不介意我的成本生产高 第一 第二 两场仗事 是影响到整个生产成本很高 一个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打仗 另外一个 就是说耳巴战争 大家看得到 这两个星期的金价 甚至是比特币的上升 甚至是破五里的利息 不是一个偶然 是反映整个基本面的影响 就是包括可能以后的运输 那个苏伊士运河用不到 或者这些 这些是很宏观的东西 那我不会去估计这些基本因素 我是纯粹去看整个市场 究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因为那个债市市场 是全世界有这么多钱 是最难移动的市场 明白 因为在债券市场 是比股票市场 是多很多倍 起码有十倍的数目 就是在债券市场上 在股票市场不是一个大数 你要移动债券市场 不是一件意识 如果是那个十年期 连十年期债券市场 都移动的时候 就不是小事 你说去移动一个短期的短债 隔夜一个月 都是因为有些可能特殊的理由移动 但是移动到十年期债券 三十年期债券 就不是一件小事 那就不可以当一件小事去衡量 明白 不过我想说回 我认识 我知道你的点 你觉得不会持久这么久 我觉得不会 OK 但我想问一下 其实刚才 为什么我要用一个segment 访问一个高材和优材 而那个数目 其实虽然是百分之二十 或者少些打个八折 它一万多人都会买的 香港 我说一样东西 我说实际情况 因为我自己做股票行 做持派人 我跟金融熟得不得了 三个月之前 其实香港的一些股票行 很大型的 在香港做上市 占份額最高 香港已经出现了 manager grade 减三成人工 director grade 减五成人工 接着有部分的投行 不好意思 香港没有职位给你 你回到内地 金融 现在是这样的 第二 做六号子牌 以前是说十万元挂牌 七万元你不用上班挂名 现在是六号子牌 你要不要 我整个组织卖给你 明白 金融市场很差 上次我们也说过 你觉得今次 Alice 今次那几个条款 刚才我说了 房东方的优才 OK 你刚才说了 有没有其他的 你觉得 咦不是啊 大家应该留意的地方 可能不是这么悲观呢 金融差 上次我都说过 是认同的 但是问题是 打个比喻 现在失业率 仍然是 最新的仍然是2.8 而最新人财通 上次我都说租金会不断上升 结果也是不断上升 也没有跌过 租金升了很多 升了很多 没有跌过 但是升不回以前的位置 但是 仗是升了 已经是四十多个月 来最高 之前不是最高 之前仍然是高 现在租金的升幅 你是赢不到的跌幅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楼价 因为楼价的跌幅 你现在跌两成 一千万楼跌两成 是说到两百万 你两百万 如果我租楼 我多久才租得到 那两百万楼 楼价和租金是两件事 因为 租金才是真真正正的需求 楼价可以因为气氛 情绪 影响 我本来有需求 他的气氛不好 大家都不买楼价 那就会影响到楼价 是不是 另外第二 但是租金就不同了 租金不是你情不情绪 你一定要 你是有需求 你就要租 不会说我乐观些 就租多两间 我悲观些 就不租了 就是不会这样的 租金因为我很熟 我做了二十多年收租的 看了四千多间楼 是啊 其实香港很多地方都在收租 这样的话 其实香港的租金比率 现在创了四十多个月身高 但是问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其实租金是被人拉低了的 被大西北拉低了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被汪先生的病 我 其实始终说 你始终说 是重劲的 我绝对不同意 因为为什么呢 我是看经济 坦白说 我上个星期 我才帮上海一个区政府 租了一个商业的物业 租出去 是力保中心创新低 我们在说住宅 你先听听说 问题就是 写字楼商业活动不好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支撑到请人 你现在说的失业率低 是因为太多人移民走了 移民走的数目到今时今日未完 他们正在来的 未来是没有工作给他做的 你明白吗 有工作给他做 你有什么工作给他做 有没有这么高增值的工种给他做 金融是最高增值的工种 全世界都是欠做金融中心的 现在不是欠做餐饮中心 现在不是说我要夜奔分去捉鱼蛋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官员 现在这么走去搞什么捉鱼蛋 你搞定了金融 整个房地产才要好 香港的金融现在 我是悲观到不得了 我是几十年我从事房地产和金融 我未见过这么悲观 没有一个人 我现在连一号牌 即是持股票牌 是不想要的 都没有人接 因为你接着那些旧客户 它是需要在seekers 要公布几个月 这些僵尸客户可以脱掉 你才可以去证监取牌 明白 金融不差我们就知道了 即是我想着重今次的施政报告 还有什么你觉得是可以大家留意的任务 施政报告今次是减辣 减了半辣 不是全减 你在说哪个一半 整体来说也是 比如SSD SSD是额外任花税 是的 没错 就是说你买完楼之后 买完楼之后 由三年 绑你三年 改成两年 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投资者 或者是什么呢 他买楼是买楼花的 楼花很多时候是两年的 那你由签临约的时候 到落成的时候 已经过了差不多两年了 有很多楼本 不需要什么想新菜出租 可能两年之后就转手 没错 可以选择转手 我有一间房 首次买了自住的 再买多一间 本来15%重税 现在就7.5% 那你7.5% 其实你 就算你首次 你都有印花税 是的 由3到4.25 即是600万以上 是的 那么对 其实给大家监 tow 然后出现 本质他是说 只是开 business 所以这个客家门南是可以接受的 对投资者来说 一些许多经济 很多人我认为 高 boundaries 可能維持一年,可能維持多一年左右,或者兩年左右,那就完結了 但是完結的時候,減息週期就沒有那麼高定存了 但是買樓收租的話,現在你趁樓價跌的時候 我買回一些,我現在隨時可以二手樓買到4.5% 有這麼多回報? 有,二手樓,二手樓,二三十年的,有4.5% 明白 你投資就是說,在危險的時候,人人都害怕的時候 我就看看有哪些,真是砍到,計到數 我現在有4.5% 遲些租金還在上的時候,如果下年有5%就計到數 如果我預期一兩年的高息環境回來的時候 有很多這些投資者,因為我認識很多 另外好像有些非,如果非永久居民的話 非永久居民的稅就減了一半,30% 減了15% 這方面的需求都會有的 因為30%不見人不用買 但之前的歷史都是有人買 但這次減了一半之後,一定會向好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對那方面特別熟 就是我昨晚,我在北京的表哥 他是做大生意的,可以上得市那種大生意 他幾年前就來香港看樓 結果他說有30%他不想看樓 很大的門檻 對,心理門檻 然後昨晚叫,你們好像聽說減15% 他說他明年1月來看一看,這是事實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現在大家的分歧就是利息的時間 沒錯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分歧 第二,我經常說,譬如我做一個預言 我會覺得金鑽的危機大家看少了 應該會有一兩間上市公司 你說藍醜嗎? 不是藍醜,一兩間上市公司 叫房地產的應該會出事 你說大陸那些嗎? 香港 香港的房地產發展商 不是藍醜 不是藍醜 藍醜會麻煩 因為現在,譬如你看年報 譬如九龍倉 他有兩成多資金 他的利息是四厘多 這間算是普普通通 有些是超過一半的融資 那個利息是超過四厘多 甚至是更高 坊間已經是,如果說房地產 是缺水缺到不得了 那說現在上市公司借貸 即是拿到很高credit那些 譬如你說的 新鴻基、新世界 他們說的是Hyper加1 六厘多 有些是Hyper加1.25 如果是普通的 差一些的做房地產公司 你說到是起碼要七厘八厘 你才能借得到 那七厘八厘對於一個項目發展是很危險 因為三年那個建築期 就說已經在去糧城 那問題是甚麼呢 未來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香港的財政收入是嚴重到不得了 到甚麼程度呢 現在說的是嘉湖山莊 7千元一呎 他個別而已 7、8千元 我當你8千元 過別而已 我當你8千元 你隨時找到 8千元一呎 隨時找到 那現在說一個住宅單位的建築費 就是6千元一呎 那不是我說的 你可以隨時看市建局上年的年報 就說起一個住宅單位 就需要三百萬 即是6千元一呎 五千到六千要 那你8千元減6千元 即只剩下2千元 2千元有利息成本 有行政費用 有賺價 那你減掉這些東西 那你給了地價多少呢 那新樓和二十六 你先聽我說 現在賣的樓 你那個價格 你和舊樓拉不到貼近 你是賣不到的 今時今日 就算你啟得 現在的樓盤 有一千票 最最後 賣到五十家 我當他贏 這個就是現實 五十家 海之戀 應該不會 賣得這麼辛苦 要砍到這樣的價錢 才會是得 說的是一萬四五元 你這個我想 即是你說是香港仔 海之戀 全灣那個 不是那個叫什麼 岸海 就是 油堂 哦油堂那個 親海站 親海站 一萬五元 你才可以清得到 那你其他 所有的發展商 不去減價 你是清不了貨 累積嚴重得很厲害 因為我是發展商出來的 累積是二萬個單位 我自己是發展商出來 我身邊的全部是發展商的朋友 明白 頭痕到 你想什麼計劃 明白 都是沒有用 只是一招而已 減價 減到貼近現手 因為市場只有這麼多買家 不是你想像中 那麼多專才 高材撲下來買 不是這個現象 大家是想多了 所以我經常說 香港 如果他肯下來在香港賣樓 就好像跟蔡金強說的 你真的應該給他英用獎章 以及應該給他一個金牌 他這麼愛香港 現在反過來 你還要懲罰他 收這樣的稅率 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我站在哪裏 我站在一個叫公共財政的地方 不要以為香港是很多錢 只有6千億 三四年就乾堂 要乾堂起上是很快 因為過去那五年 公共行政開支是升了五成 明白 可以 其實他首先說發展商 不如何面對這麼高的滑式 首先我講回政府那裏 政府那裏切辣椒是遲早的事 即是切完 即是繼續切 一定的 因為他的財政是支持不了他 支持不了這個地產低迷的 地產低迷的意思不是樓價跌 是成交 成交 成交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地產直接和間接佔到 政府的財政收入四成的話 如果它跌一半 地價跌一半 和印花稅跌一半的話 它已經是千多億的了 那個坦是千多億 你要填那千多億 你根本不可能 除非你增加稅總 要增加稅總 應該很難增加稅總 這樣的話 特區政府一定要有一個很強大的動力 是要將成交量 不是說樓價 成交量要托起它 這個是關乎香港整體收入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覺得 所謂的壓制性辣椒 一定要全部切完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發展商財政的問題 當然 如果真的好像邵博士說 四到五年 我是認同他的 假設邵博士說 高息環境 持續四五年 我也認為樓價跌 這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這麼高息 沒錯 但是問題 我身邊所有息的基金經理 都沒有一個預期是這樣 我講一個實際例子 不是說基金經理 銀行的預期錯了 那間什麼銀行 那間就叫直谷銀行 它也是這樣想 上年三月份 他們以為高息環境不可以支持一年 全部出了事了 明白 現在很多發展商就是沒有想過 在這麼短時間 會由零利率去升到五年 明白 我問了十個 九個半 沒有人有這樣的預期 這樣的時候 你還要去聽我的人說 我當然不會聽 明白 我們利率方面 大家都知道你們的項目 發展商現在不買地 即負債 他們現在不買地 博為賣樓 不買地 最終的負債率 慢慢都會降下來 為什麼會賣得到 賣不到樓 他有兩萬個單位 他慢慢賣 慢慢賣 你還不到息 你明白嗎 我是發展商 我拿著這麼多重貨 我蓋了樓 我計息就在蓋了 他也有些 譬如說投資物 好像新世界賣了那個 新創建 如果是 他的投資物也會賣 他的永續債 就不會抽到十七厘 這是一個市場 是講了這個現成的問題 即是 我們在capital market裡面 我們清楚了整個市場 現在 我們做這個評價 我們就要給這個數 市場去做到一個永續債 去到十六、七厘 就是對那個公司 是有一個疑問 你是可不可以賣得到樓 你那個負債這麼高 譬如幾大發展商 他那個負債一千億 你說六、七來一年 你怎麼搞 六十億 不是小數目 而香港發展商的經常收入 新鴻基和橫基都沒有問題 我看過了 新鴻基不用說 租金都250億一年 那行基呢 他連煤氣的收入 固定收入 都有九十幾億 加上煤氣 加上商場的 新鴻基和橫基 我可以這麼說 除非那個息口繼續 狂爆上去 如果現階段的息口 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 新世界為什麼我不評論 因為我不廢時評論個別公司 即是沒有 那相對地來說 肯定測試大問題是 最大的幾間都沒有問題 對大籃籌公司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但是 他們的壓力 是大到不得了 你記住房地產 如果是一個下行週期 其實影響經濟 你說那些經常性收益 要去母很快 因為你譬如說零售 零售 每個人都想不上消費 現在的零售消費 高峰期的 以前應該是六千億左右 現在是四千億左右 消費又不行 消費又不行 零售沒有六千億 四千多 四千多 現在是四千億 最高峰期是五千多 五千多億左右 現在是四千億 還要縮 他說今年的聖誕節 如果做到四百億一個月 十月份已經消炮了 七成幾八成 你預計一下 譬如真的去到七來的話 十年的話 十年債券去到七來的話 美國香港的樓會下跌多少 在未來的五年 我自己看 我純粹技術分析 因為我上次都說 我一跌穿支持位 下面就沒有位 可以回到多少 可以回到中原指數 例如一百九十二百點左右 可以回到一百二十點左右 即是跌四五成左右 四五成都跌倒 有機會的 即是由最高峰 譬如你嘉湖三莊 樓價會 現在是不是跌了一成 再跌兩三成 再跌兩三成 Alice 兩三成 如果息口高的話 維持高的話 兩三成是否都有可能 如果息口 下年 好像其他人的預期 財金界的朋友的預期 或者美國的分析員的預期 下年六月或者七月 開始減息周期 就跌不到這麼多 肯定跌不到 但是如果好像邵博士說 持續四五年高位 甚至乎七厘的話 在現水平多跌兩成 都是有機會的 但是問題 這個是比較少人預測 持續四五年 明白 但是我譬如 如果真的 自助買樓 我不講投資 我自助買樓 你覺得我現在 趁我的砍刀 有個好價買好 還是等它 真的有個星率 大家會減息好 你這個問題 因為連分析師 都非常之分歧 現在 連你財金本元 美國分歧 這個諾貝爾獎的大師 說這個 另一個說兩邊很極端的 你說 如果很難給一個建議 但是如果你真的自助需求 你可以買小一點 就是本來 我打算買六百尺 那你說現在 不明朗 高風險 那就先住小一點 還有劈狠一點 對 劈狠一點才買 OK 那你都要自助 這個是剛衰 OK 還有一個政府減壓 有一個最重大的因素是什麼 其實剛才還沒說的 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 先免後付那個 那個 你說是優才 對 優才 那類 因為那類 剛才也說過 有幾十萬 那個如果真是 真是 好像外資人同這樣說 有33萬 有10%3萬 那個影響很大 但是那個真的要時間觀察一下 OK 那個是半年之後 沒錯 剛才蕭博士都說 我們看了半年之後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就是說 他現在出了一個新的 3000萬投資移民 那個不關立房地產市 對 那個怎麼樣 那個呢 就是 保險又可以 保險 債券保險股票都可以 我覺得 看兩個月左右 股票市場 或者是債券市場 就是 如果他們真的投資了 扔些錢過來的話 對樓都一定有正面影響 他來也要住的 OK 他剛才問 他根本只是錢來 反正我拿新的地方來 應該是 租也有 租也有 租也租大屋 三千萬 你覺得都未必 那些人會過來 我上個星期 有一個教學 全部是一些 內地下來做一些課程 大概十二堂 十幾萬的課程 內地是做一些 我想是有錢人 我跟他講過這個問題 他說我有三千萬 我現在來香港 他不覺得 香港那個 身份證 今時今日 是值三千萬 哦 他不會過來 他覺得 那個門檻相對來說 第一件事 高不值 已經低過新加坡了 他寧願去新加坡 低過新加坡 新加坡很高 他覺得那個 是更加值得 因為他們 在他的角度 已經覺得 香港和內地城市的分別不大 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如果是在以前 是一個沒有中美去做 在那裡打仗 打得這麼厲害 香港是值的 現在不 現在 他覺得 含金量不太高 明白 再看幾個月 所以結論是什麼 我們再看幾個月 或者半年之後 究竟成交 價格 有什麼變化 尤其是他們兩個 都是同意 如果美國息口 一直是高位的話 香港樓市是沒有運行的 但是如果有任何變化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似乎 就有兩個版本出現 假設如果美國的息口 如果譬如 明年就到頂 甚至可能減一次 或者兩次 如果 那樓市是否看好 我都不會看好 都不會看好 這個就是分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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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股票會跌少些 或者是平 不會是一個新的上升周期 明白 OK 今天很多謝兩位 多謝Kenny 多謝Alice 多謝大家